Hello大家好,我是正经的老邪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有真实事件改变的一部 被称为改变了韩国的电影 故事讲述的是一所聋亚学校发生的悲剧 以及该校老师和人权运动者一起力图揭开背后黑幕的故事 我们的主角江仁浩是一名来自首尔的美术专业的老师 为了生病的女儿以及来自生活的压力 经过导师的介绍 所以驱车前往一个叫乌军的小城市当美术老师 就在他跟家里通电话时 一辆开了永光灯的卡车一面开来 慌乱的任浩赶忙躲开 却不小心撞到了一头正在马路穿行的小路 与此同时 一个小男孩走在铁路上 被正在驶来的火车撞死 被撞死的小男孩与死亡小路的画面融合在了一起 暗示了本篇儿童的悲惨命运 影片就在这种氛围中正式开始了 因为出了车祸 所以任浩来到一个修理厂想要修车 在这里他遇到了在物金人权办事处上班的女主角尤真 在尤真的帮助下 任浩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见到了校长 以及他的双母胎弟弟 私下里校长弟弟问任浩说要5000万韩元 也就是32万人民币 说是学校的发展基金 为了家庭 任浩只好答应 第二天 任浩在课堂上 他发现一个叫贤秀的女神画得很好 于是就夸奖了他 但是却收到了冷漠的反馈 而另一个女神有力 则偷偷吃掉了拿来当画画参照物的苹果 还有一个男生 带着满脸的淤青来到了课堂 带着疑惑 任浩找到了一脸慈祥的朴老师 朴老师告诉任浩 那个男生叫做明秀 弟弟出了车祸死了 原来片头出车祸的男孩 就是明秀的弟弟 到了晚上 一个人留在学校的人号 通过电脑发现 于心男孩叫做明秀 爸爸是个智障者 奶奶是肩护人 贪吃的姑娘叫有力 无法控制食欲 而且智力低下 画画很好的姑娘叫贤秀 经历障碍 且父母双亡 知道了这些的人号 准备下班回家 正在给女儿打电话的他 突然听到楼上女侧有尖叫声 于是想要进去查看一下 却被赶来的保安揽下来 说这些只是学生习惯性的乱叫而已 任浩信以为真 没有在意 第二天上午 带着贿赂金的人号 来到教授办公室 却遇到了小村上的警察 正在进行金钱交易 任浩放下钱转身就走 来到办公室 却发现朴老师正在殴打明秀 于是赶忙阻止 朴老师告诉他 明秀昨晚带着两个女生逃跑去报警 这才教训他一下 任浩带着买心的疑惑下了班 意外发现了坐在窗台的有力 他赶忙跑去救下了他 女生表现得十分害怕 任浩用手语表示了歉意 这时有力拉住他 来到了一个房间门口 转身就跑了 任浩走进去一看 发现另外一个女老师 正在虐待贤秀 在争吵中 任浩救走了贤秀 并与女主友真 一起来到了医院 在这里 他们通过贤秀的纸条得知 他遭受了校长的性侵 受害者还有贪吃的有力 以及明秀 加害者就是校长的兄弟俩 以及朴老师 后者强暴了明秀 任浩想要报警 与校长勾结 昨天明秀带了两个女生 想要逃跑报警 就是被他抓回来的 之前的有力 贤秀和明秀